各位网友大家好 这期视频分享一下 我正在使用的WareGuard的分流 使用的方法是在旁路由OpenWrt 去链接WareGuard节点 然后再使用OpenWrt的插件 来Password的插件 来创建一个V2ray的服务 然后再使用WindowsV2rayN 来链接这个节点 下边就看一下 这是我的配置 然后是Password的里边 服务端这里 这里我创建了一个V2ray的VMess节点 然后又使用了V2rayN 链接了这个节点 这样实现了一个分流 下面我就重新设置一下 我先把这个OpenWrt旁路由充置一下 好的 重置完成登录 先来看一下接口这里 没有任何的WareGuard接口 接下来我会使用文件管理器 来配置一个接口 打开文件管理器 打开文件管理器 输入用户密码 找到ETC目录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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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一下 去修改一下网络配置 快速的添加一个 WareGuard的网络配置 这样会非常的方便 好的 在配置之前 先看一下网络情况 还是使用 还是使用PuzzleROR这个插件 这里显示的是 没有链接WareGuard接点的 网络 这里我这里是可以使用 GitHub的 好的 现在开始 在这里添加一个 WareGuard的接点 接口配置 主要是这两段 第一段这里 主要填写的就是 这个旁路由的 本机的 私钥 一些配置 这个接口协议是 WareGuard的 然后这是 本机的接口私钥 这是 WareGuard接口的 IPD一致 然后是 MTU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如果没有添写 它是不能上网的 然后就是 对端 服务端的 服务端的 配置 这里是对端的 公钥 然后是 端口 这里是 IP地址 这些配置 根据你的 WareGuard的 配置 来修改 点击保存 这样 配置就完成了 回到旁路由 现在需要重启一下 点击重启下 找到网络 重启一下网络 回到网络接口 重启 重启之后 它链接 有一段时间 如果没有链接成功 可以点击端口 这里重启 也可以重启 路由 路由 接 回到 PASSWORD 再次查看一下网络 好的 下面已经获得 下面已经获得 WareGuard的IP地址 都点击测试一下 都是可以正常访问 现在来配置一下 服务端 配置一个 v2ray的节点 因为这里已经以前配置过 所以我就不重新配置了 直接使用原来的 端口这里 复制一下用户ID 如果你没有这个ID 可以点击生成 回车 这里就添加完成了 保存并应用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在以后使用到的时候 会很方便的找到一些内容 好的 这样就配置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使用 使用v2ray 这个客户端 现在也是已经链接完成 这里我快进 后边都是一些测试网络 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好的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